專案疫情指揮中心公布 口罩將在6月回歸市場機制 但這樣真的有變得比較豪邁嗎 記者實際分析給你聽 以彰化華興口罩廠來看 6月1號開始華興日產60萬片來算 國家會徵收22萬片 剩下38萬片內銷只會有11萬片 其他27萬片業者將選擇賣到國外去 還說成本考量沒有政府補助 原物料又上漲 人力成本提高 價格一定比實名之貴 另外家大廠總會以日產75萬片來算 6月占不考慮外銷 國家徵收45%內銷抓55% 7月內外銷比例是6比4 算價格未定 但現在確定的是口罩一片5塊錢回不去了 其實在徵收之前 我們的口罩一片都已經是超過5塊錢 我們那時候的袋裝5片裝是69塊 然後有些印花的5片裝是到79塊 應該都會買得到吧 因為它應該會平均分配吧 應該不會都外銷 只是說之後價錢都是個人訂 就可能會有的高有的低吧 這樣的制度就是 它可以相對也許多花一點錢 可是它可以拿到它充足的口罩 口罩在6月1號開放自由買賣消息 一出口罩廠電話被打爆 不少人都搶著要買囤貨又被無患 但真的那麼豪買嗎 生命制數量變少了 自由買賣業者也在打算盤 外銷比內需豪價 不只五元回不去 也不一定想買多少就能如願 記者林維智 謝雲珍 彰化採訪報導